亲爱的同学们 我是纳塔莎 纳塔莎生命数字看运势 接下来我们来解说生命数字6的同学们 你们即将迎来一个怎么样的2021年的6月份 2021年的开育密码 纳塔莎就介绍过了 你们的开育密码是2 所以从你们那种在乎感觉 指纵感情的那种生活模式 开始要更务实跟扎根 这个是生命数字6 这一整年要做的事 所以这个6月份 你们更要在扎根这件事情 扎根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开关 要结果 要收成 我希望在一年的中间 你们真的要好好的寻看看你们的花园 果园 这个生活的原地 到底有没有开花结果 可以收成 这是很重要的 那在感情方面 跟你的对象之间 跟你的爱人之间 跟你的伴侣之间 会要有财务金钱的互通 如果两个人共同要买房子 是不是要有金钱的互通 两个人要一起做什么事情 也会有金钱的互通 还有这个钱要花 是花谁的用谁的 这些事情都非常违反生命数字6的人的内心感受 我感觉要很舒服啊 我感觉要很舒服啊 讲钱很烦啊 可是这是生活非常务实的问题 请你们自在的却务实的去面对好吗 如果你希望对方要付钱你就说 不要太委屈求全 理性的去说 去表达这个事情 不要带着情绪去表达 有时候就是因为太敏感 太注重那个感觉 使得你们在讲到钱 这件事情上 就会也跟有很多情绪 那这是你们要改掉的习惯好吗 那如果没有对象 请你要务实的找对象 有时候爱情跟面包 你到底会怎么样去选择 这也是财富密码2哦 你们要注意的 生命数字6的同学 你们这一整年都有财富密码2 2啊跟稳定的两个人的相处很有关系 有时候爱情不只是感觉 还有实际的生活 一定要考量务实的条件 我的条件怎么样啊 还有别人的条件怎么样啊 两个人都是有条件的哦 比如说我离婚了嘛 还有我单亲啊 要独立抚养小孩啊 这都是一种条件 那双方都有条件要考量 要务实面对条件 在爱情里面的分量啦 不是只有条件 看条件找来的对象 你不爱也不行啊 不过这个不用提醒生命数字6的人 因为你们就重感觉 不爱的人根本没办法在一起 那在爱的前提下 条件的评良也是很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有多一点的理智 在你的感情生活中 那么在工作方面呢 你们啊从1月到5月 开始去建构一个 以收获为导向的工作模式 这是很棒的 如果你只是坐得很爽 坐得很舒服 但是没有收入 这个爽跟舒服很快的也会消失 所以这个以收获为导向的工作模式 在1 2 3 4 5月建立了之后 你可以一边有收入 一边享受工作的愉快 这是对你而言 可以工作的长长久久 舒服的长长久久的一个方式 而且这个方式也会为你带来很好的格局 建构那个团队 你开始跟1 2个人 2 3个人 3 5个人 5 6个人 7 8个人 开始有一种主资结构的工作 这也是因为你那种 以收获为导向的工作模式 会吸引来跟你一样的同伴伙伴一起工作 这是很棒的哦 你们之间或许没有什么利益的纠葛 有志一同 还有跟你一起做事都会有收入 这样你就会吸引来你的团队 格局就从这里开始 所以恭喜生命数字6的同学哦 6月份很能够有机会建立你的团队跟格局 它的前提是 1 收获为导向的工作模式 这个对于扎根啊 开花结果收成 都是一样的节奏 用这个生命数字来看运势 就是去堆叠建构 好像盖房子一样 今天我在2021年要建构一个财富密码2 那1月2月3月4月5月6月 我就一步一砖一瓦的把这个房子盖起来 每个月呢 看这个运势也协助你调整一下 这个屋梁哦 房子的梁要架好 这个柱子呢要立好 等到8月9月12月 我们就有一个豪宅在我们的幸福花园里面 啊你就看见盖好了一栋房子 每一年如果可以这么建构你的生活 你一定是幸福丰盛收获满满 无论是B档的运势高档的运势 都是可以收获满满的 最后给生命数字6的同学 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金钱关 其实你们常常啊会说一句话 钱啊要花在刀口上 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啦 你们也是很大方很慷慨的 但为什么钱要花在刀口上 你在金钱关里面就会常常住 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很好的花钱的态度 该花的钱要花 这句话很重要 有时候那是一笔大钱 该花的你也要花 该计划的钱要计划 不是说钱都要花在刀口上啦 这个话听起来血淋淋的 那你所有花的钱你都在流血 请你改变好吗 该花的钱要花 该计划的钱要计划 如果可以这样花钱 你的生活就是很稳定的 一定要改变 是给生命数字6的同学哦 一个很好的建议 开始建构这样自在跟钱交流的方式 你会过得很舒服 谈钱就不会伤感情了 好吗 加油 GoGo 这个6月份是你们可以建立团队 建立格局的一个好月份哦 要加油 要加油 拜拜 拜拜